台灣外長吳超舌訪問捷克參議院 和議長維斯特奇爾會議 吳超舌和維斯特奇爾 以及議員會談接受對方班受獎章 會後一起會見傳媒 維斯特奇爾說捷克和台灣相隔千里 但因共同願景和價值而團結 他又和吳超舌一起喝啤酒 並介紹捷克啤酒的特色 吳超舌較早前出席捷克國家科學院 和智庫的研討會 他說當時民主體制在全球各地遭受威脅 民主國家更加要團結一致 主動積極捍衛自由民主、人權和法治價值